對啊,兩岸觀戰和平很簡單,北京放棄武力對台就好啦 對啊,這很簡單啦 他們應該去助使北京放棄武力對台就簡單啦 你要憑什麼北京要放棄武力武統呢 那蘇貞昌 我覺得所有的我們人員到大陸去應該跟他大聲講說共和民國球賽啊 我覺得他發表這個言論是激辛頗測啦 他也明知道郭台銘他跟大陸關係很好 跟新大大關係很好啊 我們不能在這裡喊中華民國,面對北京不敢講中華民國啦 這個,主委那你是中華民國的主委 你敢不敢到北京喊中華民國啊 我敢啊,他讓我去我就喊啊 對啊,但是你就應該要支持嘛 你這樣把他定,你真是不想說結束這個敵對狀態 不是啊,那是兩件事啊 他是講說去這個探討異國兩制的可行性 連探討都不用探討啦 有什麼好探討了 台灣老百姓都反對,你包括韓國瑜韓市長都公開在議會講 反對一國兩制就要來中華民國啊 有什麼好探討的 但是主委啊,不過我是說 不要把他這個話就定義成說他那個那天講的話就是等於一國兩制 他只是說 人家白紙可以讓他講這麼清楚 不是,他是說要探索 你不要幫他解釋 人家講的,你解釋恐怕不是他本意 大家就講成 你幫他解釋恐怕不是他本意,人家白紙可以是講得那麼清楚了 你還幫他解釋說不是,那個不是他本意 他看的都覺得說 對不對 一個高度啊 我講的和平和平很簡單啊 他放棄武力對台就好了啊 平等,平等乎會嘛 用戰爭來解決問題是還緩國際公約的啊 訂了一個政治性的協議,你就在這邊說啊這個高門檻的 不是啦 那陸委會你現在提了這個案 你就是要跟大陸呢,保持一個交戰的狀態嗎 沒有啦,不是啦 我們是捍衛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捍衛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但是呢,也要捍衛兩岸的和平跟發展 兩岸和平會很簡單,他放棄武力對台就好啦 對啊 呃,謝謝主席,各位請 呃,陸委會的陳明通主委 好,請主委 委員好,委員長 呃,主委長 三次你是針對你發表的那個 禽獸的這樣的一個言論,有正式道歉嗎 我想那個是扭曲我原來談話不斷加工啦 那那個是怎麼樣 那不是我的本意啦 那不是你本意 那你今天到內政委員會有沒有正式道歉一下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而且特別是那是扭曲我的本意 但是你心裡面,針對你講這句話 你還是感到良心不安 不是啦,因為你這樣的連結 是不對,我不是那個本意 我知道啦,這個主委 對,我不能講說你是不是真的 已經快一個月的事情了 一個月的事情 那今天來來內政委員會 那不是我的本意吧 我們立法委員想說 你到底是不是還是有這個心事 真的你那一句話 那個,那不是我的本意 被扭曲的 但是即使被扭曲的 我還是願意就是 就是道歉過去了嘛 就這樣子嘛 好,你認為那個已經過去了啊 當然了 所以你 你你你知不支持 這個兩岸和平協議跟建立軍事的互信機制 我跟委員報告 從過去歷史經驗 跟北京簽和平協議的下場都很慘 然後北京對台政策很清楚 和平才有 統一才有和平 所以你這個時候去談啊 談和平協議就是一個統一的協議 今天那個主委那個 不管是馬英九還是吳敦毅 甚至於朱立倫 包括王金平 甚至於這次要參選總統的這個郭台銘 他是認為說 兩岸關鍵還是在和平啊 對啊,兩岸關鍵和平很簡單 北京放棄武力對台就好啦 對啊 這很簡單啦 他們應該去注使北京放棄武力對台 就這簡單啊 要憑什麼北京要放棄武力 武力這個武統呢 戰爭參加兩公一 鼓吹戰爭是一個法律所不允許的啊 你現在把這個條文行政院版的提案 把這個條文修得比那個憲法修憲還要這個更嚴格 憲法修憲是三分之二 你這個定了四分之三 簽訂以前要經過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同意 那就是立法院給行政官充分的授權 我們哪個抬頭挺胸面對他啊 終結談判的機制簽訂之後又要四分之三的同意 然後咧 這個再拿進公投 那你這個 這個等於就是不想跟大陸簽和平協議嘛 委員 很多事情 你也不想結束敵對狀態啊 不是 也不想結束敵對狀態啊 委員 那如果沒有高度的共識你去政治談判 嗯 是不是整個都亂起來 所以我們有這麼高民憑 得到四分之一委員出席 四分之三委員同意這樣的授權 你去跟他談才能夠抬頭挺胸啊 告訴我有這麼多的民眾的支持啊 這個根本就 對不對啊 這個根本就做不到嘛 四分之三同意 我的意思說 你比修憲還要 比修憲還難 因為這個忠憲的授權 你才能夠面對北京的時候 你抬頭挺胸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委員 很多事情喔 一體兩面 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完全齁 完全欺負於現在所謂的台獨派啦 那為什麼為什麼蘇貞昌 蘇貞昌這個 他他跟這個郭台銘講啊 你不要老是戴一個國旗的帽子 你敢在習大大面前 戴這個國旗帽 高喊中華民國 對啊 這很好啊 你就是男子就是大老子 是啊 你看到他的國旗帽 然後被北京這屏幕掉啦 對 那蘇貞昌 我說所有的 蘇貞昌院長 大陸去應該跟他 大聲講說中華民國 調查啊 我覺得他發明的言論是 激心叵測啦 喔 他也明知道郭台銘 他跟大陸關係很好 跟新大大關係很好啊 委員 我們不能在這裡喊中華民國 面對北京不敢講中華民國啦 這個 主委那你是中華民國的主委 你敢不敢到北京喊中華民國 我敢啊 他到我去我就喊啊 對啊 但是你就應該要支持嘛 你你這樣把他定 這是什麼 你真是不想說結束這個敵對狀態 這是什麼 不是啊 那是兩件事啊 所以主委啊 這個 呃 在我認為 一馬歸一馬啦 在我認為大陸啊 呃 我們會釋放出一些善意 但是我們就很緊張很恐懼 齁 一下就就怕說欸 你你簽訂了政治 你這個解讀 你這個解讀實在是 離事實有段距離啦 那我的解讀是這樣啊 因為他們也 也是 我不建議你做這種解讀 那這個一國兩制 是大家這邊在這邊 這邊講啊 呃 這個一國兩制 他是講說 台灣社會沒有人會接受一國兩制啊 對 他是講說 去這個探討一國兩制的可行性 連探討都不用探討啦 就別講成說是 就是一國兩制 有什麼好探討了 台灣老百姓都反對 你包括韓國瑜韓市長 都公開在議會講 反對一國兩制 就是要來中華民國啊 有什麼好探討的 但是主委啊 不過我是說 不要把他這個話就定義成說 他那個那天講的話 就是等於一國兩制 他只是說 人家白紙黑他講這麼清楚 不是 他是說要探索 幫他解釋 他有講說要探索 人家講的 你講解釋恐怕不是他本意啊 大家就講成 就講成 你幫他解釋恐怕不是他本意 人家白紙黑是講的那麼清楚了 你還幫他解釋說不是 那個不是他本意 他看的都覺得說 對不對 對 我覺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你當一個陸委會的主委 你要站在一個高度 我站在高度就是 捍衛國家的主權跟尊嚴嘛 這才是高度的啊 但是你要站在一個 兩岸和平的發展的 一個高度啊 我講的 和平發展很簡單啊 他放棄武力對台就好了啊 平等 平等 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兩岸和平發展 是違反國際公約的啊 訂了一個政治性的協議 你就在這邊說 啊這個高門檻的 不是啦 那陸委會你現在提了這個案 你就是要跟大陸呢 保持一個交戰的狀態嘛 沒有啦 不是啦 我們是捍衛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捍衛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捍衛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也要捍衛兩岸的和平跟發展 兩岸和平會很簡單 他放棄武力對台就好啦 對啊 這麼簡單啊 我們要我們要訂個和平協議啊 戰爭是一個是吧 和平協議啊 我們要結束敵對狀態啊 那你現在訂了高門檻 那你就不要這個和平協議 不是啦 那你也不要結束敵對狀態 不是啦 高門檻是讓 去談判的人 得到 人民的充分的授權 才能抬頭頂胸 對 我建議委員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緊急正面正向思考 就是說 維護國家主權 這個跟尊嚴這個 這個我支持 捍衛兩岸的和平 怎麼樣求得兩岸的和平發展 這個也要去 也要去努力啦 齁 你大概只有做到前面那一項 後面這一項你就沒做到 齁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鄭天才鄭天才鄭天才 委員不在 蕭美琴蕭美琴蕭美琴 委員不在 吳智洋吳智洋 委員不在 同慧珍同慧珍同慧珍 委員不在 趙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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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邱智瑋 邱智瑋 邱智瑋不在 陳明文